吳春娟 就是還是會先看小腿 視親絕 bem手 對 有看到啊 那給她講幾分 你們一定要這麼放 也 inn 這麼赤裸裸嘛 他可以得到幾分能不能過關 請評審給登 8分 滿分10分 我兩分P 就 你要逼她 我腿就出了名的丑 沒有 我 真的不要逼她 沒有 因為瑤瑤就是很喜歡跳舞 所以她是屬於劍步棋 欸 你怎麼會這樣 對 你講得很羞恥 謝謝 你知道我講到說就是 你有沒有覺得到一點點 他就是 就像腿的問題 對 就沒有 是我自己選擇的啦 對啊 那有沒有什麼樣其他的遺憾 其他的遺憾 嗯 可能跟人相處相罷 因為每個階段你還是會有不成熟的時候 對 然後我本身是一個蠻 比較不太會藏 或不太會羞恥的人 對 所以常常容易粗暴這樣 可能我是開玩笑但人家會當真 就是 對 白目嘛 對 白目難相處 但就會想要回去 所以可能 就是會留下一點影響 就會覺得 哇 如果當時不要這樣的話 可能會 少很多的困擾 或是可能比較不會讓人家受傷啊 或什麼的 結果如新可能人家會有 做這一類的事情 有時候緣分動是很妙欸 也不是我們想要 微戲就 有辦法 其實我剛才跟導演講 因為在拍攝這部電影的時候 其實導演前後都有經歷過一些勝利死別的事情 對 然後我們剛剛我們就來講 我說對我來講 因為我經歷的很早 然後我比較沒有都沒有幹 但是後進會很強 然後那會提醒著我 每一個現在相處都是非常正規的 可是人總是很健忘 因為像我去 有一場送阿嬤的戲在文化場 其實每一次到那種地方 我都會很有感 就是你就是要好好珍惜 然後你就是做人應該要 圓融一點 多包容一點 多慈悲一點 多有愛一點 多有智慧一點 可是有時候你遇到事情 你看就會 就會斷掉 可是每一次到那邊 你就是又會深刻的被提醒著 然後其實 我後來就會盡量把這些東西都 很深的抓著 然後提醒我每一次 跟人家相處 或是做人出事 就要圓融跟愛 那是死的包容 對阿 這好難 祝福一下 就是最近最近 有很多最好的人 蛤 對啊 最近好像跟 我沒有follow 還是要結婚 是嗎 當然 喔 什麼東西 欸 怎麼會有這一題 我剛剛以為他要講梗汝 你知道嗎 我想說 我們進去看 下次再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你看